它加速非常平稳 不会产生那晕车的感觉 开个微信它就非常卡 你跟我说实话 后悔吗 整体还是感觉还挺不错的 买的不后悔的那种 我当时选车的预算 大概是20万左右 在车展上第一次看到这个车 就被它的外观所吸引 所以说没有对比 其他的车直接就算是盲定的吧 这辆车吸引我的除了它的外观以外 还有就是刀片电池的安全性 以及这辆车的空间非常大 非常适合一家人出行 因为我们家人块头都比较大一些 要说这个车购买的时候吧 它超出了我预算一部分吧 因为我预算是20万左右 购这趟车的话 全款是那个25万多一点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分期付款 三年免息 也就是说首付12万多就可以了 用车场景的话 我主要是城市代步 因为我上班距离比较近 用车主要就是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呀 或者是买个菜呀 充电的话 一个月我充一次电就够用了 电耗的话 冬天一般会达到20多度 夏天是12到14度就足够了 然后夏天的话 表显我准还是比较准的 现在显示是跑了166千米 和我自己那个导航上面里程差不多 这个出入不大 能跑500多吧 冬天一般我都是剩余四五十的电 感觉应该是300多到400吧 保养的话 我现在提车是半年 只做了首保 提车的话 它会送那个三年六次基础保养 电动车比燃油车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也是燃油车比不了的地方 那就是省钱 它那个费用特别低 我到目前为止 我充过最贵的电是1块7亿度 我从3%充满 用了一个小时多点 然后费用的话是130块钱 这辆车要说优点的话 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就是它的玻璃 这个玻璃是双层静音玻璃 盘是非常安静的 开车起步的时候吧 它也没有发动机的声音 然后那个它加速非常平稳 不会产生那晕车的感觉 盘一直习惯用较大回馈呢 如果要是用标准回馈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安全座椅的接口挺好用的 它是那个标准的 用咱们那个正常现在市面上的安全座椅 那个印连接 把那两个扣打开 直接就可以接 后排有一个插座 手机充个电呀 或者插个小电器呀什么的 都没问题能用 智能方面 ICC 然后还有那个自动驾驶 还有有一个这个车道的那个辅助 偏离预警 还有一个就是扣视镜上有一个小三角区 后边有超车提示 扣视镜有一个加热功能特别好使 不会说有那个雨滴残留 影响咱们视线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车机的分屏功能 也特别好用 这边还可以再开一个视频软件 比如说孩子在车上闹腾的话 可以开个放个动画片什么的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一些的 说到这个车机呢 一个不得不提的缺点 就是这个车机的卡顿 开个微信 它就非常卡 老车主的车机属于第一代的 据了解说可以加钱 这型车记录仪的画面 它如果要是说那个动态的画面 咱们要是想看清那车牌号 就有点困难 它的后排座椅是不能放倒的 而且那角度不能调节 当然了是高配的话 它的角度是可以调节的 它又没有前备箱 后备箱空间也不太大 拉点东西什么的 还是有点费劲的 这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延庆 单程100公里出头吧 我去之前先充了点电 就走的时候电量还有60多 到了以后是40多的电量 晚上在那充了点电 这一路走 把下坡路居多 然后呢路上再看迅速巡航 所以说比较省 反程总共才用了10%的电 目前来说这个汉就是我现在最理想的车型 如果要是说下次换车的话 考虑到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进步 还是比较看好比亚迪吧 喜欢我 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 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 你就点个赞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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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点赞